而财政部昨天成功施压让鼎星二董魏英娇辞去101副董和总经理的职务 今天立委持续追问问财政部还有哪一些措施呢 部长张胜和就说以后鼎星的贷款不再续借 还会要求抵押品而且会提高贷款的利率 至于101经营权财政部还是在呼吁魏家最好是主动出清股权 昨天打了一场胜战 对不对胜利的胜 财政部兵顶心退出101大楼之战第一回合打出漂亮的胜战 外船在魏英娇辞出辞呈之前有人早就向财政部长张胜和通风报信 没什么深喉咙也没什么神秘 就是很稀松平常我的朋友告诉我说 有一个朋友 对所以魏家可能会打魏先生会打电话给你 那个朋友是企业界台是政府 没有就是我们同事朋友 同事就是官方的 对对 他说可能魏家会打给你 那我就大概知道了 据我的了解 他只是没有在及时在会上提出来 其实他大概内心早就有动了 但这场101经营权之战还没打完 立委官企业财政部的下一招会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要求公股事业 第一个如果到期的贷款就不要再续借了 绝对不续借了 然后如果没有抵押品或止押品的要求抵押品或止押品 或者是如果利率可以调高 接着我们当然就要寻求民股合作 能让我们能够超过半数 总是息事减少不容易 最好是能够呼吁他主动出清 甚至有立委提议魏家是不是该把财产捐出来 那至于他们这么多财产 他有没有给他建议 学学英年良捐出来 或者如果做不到 中策就是公益信托 你要管这些钱 其实钱财在哪里 心就在那里 赚这么多钱留在地上 一毛钱都带不走 我是建议他能够像一些 包括比尔盖茨巴菲特 能够捐出来做公益 财政部想尽办法 要让鼎心魏家感到压力 但魏家是否愿意出清 一零一股权还是很大问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